听着这种轻音乐真的太舒服了 逛的这种环境 转了一圈 估计这里才是大唐 它顾名思义 边上就是流溪河 就是那个铁栅栏 外面就是流溪河 这里是大唐的正门 挺好看的设计 那里还有一块真的石头 上面坐着假山瀑布 这里是带着一点点偏中式的风格 你好美女 我想拍一点短视频 你能进来参观一下吗 可以是吧 能介绍一下吗 大唐进来呢 这里就是一个水泻 这个设计真的好巧妙 很漂亮 您这里总共是有多少间房的 周小姐 我们这边总共40间房的 这个是合院温泉大床房的 每间房都在独立温泉室 没有公共水平 就是独立的干净卫生又湿衣 就是客人来了再放这个水是吧 对的 来来再放水 还是露天的 打开门的话呢 像想出去散步 或是我们这边就是泳池 再出去泳池 游泳的算很方便的 哇天哪 你这好大好大呀 周小姐 像你们这种房间什么价格的 这边的话 像周日至周四的话 是988元一间一网 这间房是我们的亭面温泉富士房 它是属于亲子的 因为它是有上下两层的 两张都是1米8的床 格罗东上也是有一个1米8的 他他们里那种大床 我能上去看一下吗 对的 哇 这个小孩好喜欢的呀 对我们设计的就是小孩子 给小朋友住的啊 对 它这个挑高又比较高 所以整个空间看起来会比较 通透一些 这个是电动窗帘就打开了 今天的我们每间房都是大一个 周一温泉池的 拉开帘子的话是看到我们的 一个景观水池 就刚才我们大唐进来看到的 那个景观对吧 对 做了一点山水 很好看的 哇 它整个的房子建筑都是偏中式的 像这种大概什么价格呀 周小姐 这种的话 周日至周四是1488元一间一网 现在带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是情侣房 这种房型的话呢 是带了一个冰箱的 在这边可以放一些饮料 那是一米八的大厂 然后呢 这里还隔了一个小小的茶匙 这个很复古感觉啊 打开后面呢 就是泡池了 应该是 来看一下 是的 我们老板是目光比较主导 他那个是灰块设计的 对 我感觉他设计的很就是很亮眼的 没有一种江南风格啊 嗯嗯嗯 你们开了多久了这个 我们开了三年了 二亿年年初开的 我看见那边是不是还有新的一期在开发 是不是你们的 对 我们二期再见 但是当时还没有 对开发还没有营业的 好喜欢这种风格呀 真的好喜欢 对 会比较舒服 嗯嗯 让人就就像这个音乐一样 让人听起来好近 心情很舒服 我们先去别墅那边看一下 嗯好的 我就感觉这个环境都很好哎 寸大堂出来 这边是刘西河 广州那边你用水 所以河边东西也是很好的 哦 他的西边汤塑就是这么来的吗 对我们就是刘西河旁边的 哇 这里是真石头还是假石头不知道 做的挺漂亮 最后就是我们的四房的别墅 四房的别墅 在四房一厅的 在燕子 燕子也很大的 哇 这整个都是吗 这里面对对对 他还是用这种瓦铺的 你看到没有 哇塞 这是别墅的大厅 大厅的话呢 我们是有配套电视 同样也可以唱歌的 还可以可以歌 对 旁边右边这里的话呢 我们也是配了一个麻将桌 还有一个冰箱 这基本上大厅就是休闲 娱乐的时候用啊 娱乐也可以泡茶喝 泡泡茶 有个公共卫生间 那这边有一个房间 把人要大家看一下 好 这间房是一个双床外的 一米三乘两米的两张床 嗯 我们外面也是有个温泉泡池的 也是户外的 它的泡池基本上都是户外的啊 后面就是我们的游泳池 游泳池 哦 明白了 可以超近路意思是 对 这个别墅的总面积有多大 有300方的 只做了四房 对 四房 哇那空间很大哦 这间房是别墅里面的大床房 也是跟那边一样 一米八成两米的大床 每间房也是大一个独立温泉池 每间房都带 对 每间房有独立温泉池的 哇 那这个设计奢华呀 对 这个多少钱 这整套别墅的话呢 平日是4899的 4899 这家日更高 对 这家日更高一些 我们是在刘西河旁边的 所以的话呢 在河边我们也是配了很多的一些打卡点啊 像这些桌椅啊 还有那些秋千啊 鸟巢灯 爱情灯 我们都是有的啊 我就感觉这个散散布环境真的超级绝的 这边呢就是刘西河啊 现在是雨季 所以的话呢 这湖水河水是有点偏黄 如果是平时的话 很绿的话 是很漂亮的 这一条就是我们网红打卡点啊 就是一路过去的话呢 是设了很多的打卡点 可以拍照 都很漂亮的 我感觉每天晚上或者早上来 这里散散布也是非常舒服的啊 是的 你们这个总占地有多少亩 我们有50亩 就这17就50亩 是的 大手笔啊 老板是本地人还是 老板是梅州那边 广东梅州人 梅州人 是的 这边呢就有一个鹅童沙池啊 小朋友平时也很喜欢在这里玩的 上面呢有一些巷漠是秋千啊 滑稽啊 有一些像那种参年式的 我们也是有的 哇 这真的是小朋友的天堂 对 小朋友平时也很喜欢在这里玩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烧桥场地 如果有客人想在这烧烤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提供场地 也是可以提供炉可以住 或客人自带炉过来也可以直接就这烧烤的 哦 这个地方好 这都是免费使用的这些场地对吧 对场地都是免费使用的 哦 那个景观也好 那边是钓鱼台 客人可以在那里钓鱼 还可以在这里钓鱼啊 是的 带钓鱼过来可以免费钓鱼的啊 钓的鱼也是可以直接拿走的 哇 钓友们有福了啊 可以来这里免费钓鱼 是的 户外的话呢 我们还是有设了一些天幕啊 或是户外桌椅 可以供大家一些休闲娱乐的地方的 来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天幕 那么里面也是配了一些桌椅啊 大家也可以在这边 呃 像围路煮茶啊 休闲啊 喝茶啊 聊天啊 都是可以的 后面就是泳池了对吧 对天幕后面就是泳池了 走看一下去 这里都是荔枝树 但是好像今年是因为荔枝是小年 没什么荔枝的 对荔枝龙眼我们火园 呃我们园区都很多的 到时候成熟之后 入住客人是可以免费摘的 好好好 这个好 再过来这边就是泳池 这是鹅虹的 鹅虹可以玩水的鹅虹吃 水上乐园 对水上乐园 嗯 旁边的话是有一个 成人的泳池的 我感觉你们老板太厉害了 这环境设计的真好 对还是很有眼见的 这边成人的游泳池的话呢 我们坐的是25乘以8米的 也算是半标准的 就是你们就是住在这里的人 全部都带了早餐的 对每间房都含双早的 这个比较方便啊 对就可以方便一点 客人就不用出去吃早餐了 是的是的 好了谢谢周小姐啊 谢谢拜拜 拜拜